美国总统拜登将在2022年 打出一张经济牌来对付中国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三三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政经纬 算算时间快接近年底了 当然来看今天稍早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了一番讲话 当然他实际上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楼框 改天我们再来跟拜登算算账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所担忧着急的最重要 就是疫情的控制 国际事务上实际上也没闲的 在稍早的时候 实际上拜登已经有一些风吹草动 展示出2022年在经济上要如何对付中国 此话整说 就说稍早之前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去了东南亚访问 对不对 在访问的过程中 他就提到了一个 在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美国希望 有人当时问他说 中国也要加入CPTPP 对不对 美国当年在里面后来不退群吗 2017年特朗普上台 就签了第一道行政命令就退了 美国在拜登这个时代 会不会重新加入CPTPP 当然雷蒙多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我们美国要重新打造一个 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经济框架 这是什么东西呢 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乍听一下 你又不加入CPTPP 你自己要再打造一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 那到底是什么 就问他 他说我们这个里面是一种什么数字 在金融什么 反正听起来是好像很有料 但你只一去听没听懂 他到底他真正的建立框架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必须也讲到一点 来盘点看看 实际上 美国在CPTPP之后退群 然后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的时候 实际上是希望跟中国的供应链做一个切割 希望重新建立一个供应链 但是平常心讲 你要不依赖中国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非常痛苦一件事情 当然实际上 如果你今天回头去看看历史 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美国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去问全世界的人大家都给你的答案 一定是说 是的 美国是第一个民主国家 在美利坚合众国240多年建国的之前 240多年前建国的时候 实际上的世界各位去想在那时候 不管欧洲亚洲到处都是帝制 对不对 帝国主义 那时候的社会氛围 你想200多年前吗 对不对 好 就连天朝上国也是皇帝 对不对 这个很厉害的 好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美国实际上建国的时候 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 15世纪哥伦布大航海 我们不要说了 大概15世纪基本上到美国建国中间这几百年 全世界的这些各个的资源 都被帝国主义给霸占了 所谓的就叫殖民地 对不对 不管从早年的西班牙葡萄牙 到后来的英国 这个能抢就抢 抢抢抢 但抢殖民地一定要有三个要件 这三个要件 达标就一定要 新西兰当年听说 最早发现的时候 扑克船长 当年看到新西兰这块地的时候 看不上眼 因为他在三个条件当中 他都缺 都缺 所以后来是因为法国人说 你英国不要我要 所以英国人才急急忙忙 在1840年 跟当地的新西兰的原住民 签了一个外当义协定 然后就算了 好吧 就把它拿下来了 我们这不扯远 回头讲 哪三个条件 第一人口要多 对不对 因为在那个时代 劳动力很重要 对不对 不管你今天要他去挖矿也好 要这些人帮你去种甘蔗也好 对不对 糖 或者帮你去耕地 做什么 种农作物 挖矿什么 都要劳动力 对不对 人要多 第二 那这个人多了之后 还要有原物料 这个地上 这个物产要很富饶 比如土地很肥沃 什么什么 那第三 这些人将来之后 还要成为你什么 你的市场 就是说你制造的东西 你的原物料 像英国当年 对不对 在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养牛羊 养羊 养羊 羊毛运回英国 制成毛料 对不对 就毛料之后就卖到世界各地去 那大家就买英国毛料 是这样来的 英国的养哪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殖民地 一定要有三个重点 第一 要有劳动力 第二 要有原物料 第三 要有消费力 好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帝国主义就吃香克辣 很过瘾 美国都看在眼里 美国人都看在眼里 他们当时也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对不对 那当然后来两百多年前 这个独立建国了 但他们心里 我讲真的 虽然号称是民主 但是对于帝国主义殖民地 这个东西 他们还是念念不忘 这个骨子里还是有点念念不忘 那有没有冤枉美国人 我们来看看 我说的对不对 那就话说 回头来看到了1853年的时候 11到1853年的时候 美国已经经历建国了一段时间 总觉得美国必须要去拓载 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南美 大概美国的力量什么都进去了 美其民是协助了 什么联合水果公司什么都进入那边 说是纵香蕉 纵香蕉做铁路 运香蕉 对不对 跟当地政府签约是铁路 这边30公里 左边30公里 右边30公里的土地 通通给我 当地政府都答应 因为那时候美国的 对不对 还有军事力量 什么各方面介入 所以那时候美国在南美发展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说不够了 我们要拓展我们的 也不能叫殖民地 因为它不是帝国主义 对不对 我们要经商 对不对 要经商 好 那放眼一看 看上谁 看上日本 因为天朝上国那时候惹不起 惹不起 不能轻易去惹 美国那时候也不是国力很强 他就看上日本 对不对 觉得这个日本这个可以去试试看 因为早年荷兰人跟日本人有通商 所以美国人就对日本 觉得从亚洲第一个地方下手 所以在1853年的时候 美国就派了四艘炮艇 这四艘炮艇当时就要去日本 他们很远 因为美国早年 那时候还没有到西岸 他们都在东岸这边 要去日本 那怎么去 如果正常到现在讲是从北美东岸 对不对 一直走到南美 绕上来 那时候还没有 那个叫巴拿马运河还没挖了 所以他一定要走到南美最底下 然后再上来 经过太平洋去日本 要绕一下 对不对 到南半球绕过来再上去 所以当时 可是南美这边 他补给上各方面都不行 所以他们决定怎么样 那时候真的是不容易 从美国到日本还真远 他们在美国东岸 横跨大西洋到欧洲 对不对 补籍 那边有港口 补籍 然后沿着欧洲进入非洲西岸 沿路补籍 都有很多殖民地 英国法国德国什么殖民地 都在那边走到好望角南非 然后在北上 走到印度洋 绕过来了 走到印度洋之后 又经过印度 什么沿途 反正都可以去补籍 走走走 后来什么 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 他也补籍 天好上国 他不敢惹 四搜炮艇浩浩荡荡 但不敢惹 铁壳船 蒸汽铁壳船 好到上海补籍完之后 就进入了日本 进入日本之后 他要干嘛 要日本开放港口 让他通商 日本在那种时代 那么封闭保守 突然来了一群 对不对 外国人 因为当时美国那个船 铁壳船怕秀 对不对 外面涂了很多薄油 乌区抹黑的 所以日本人就说 黑船 所以在日本非常有名的黑船事件 是这样来的 日本人到现在每一年 还有黑船计 大家在那边庆祝 不晓得为什么 反正这个变成一种文化 所以下次大家跟你讲 日本黑船 不是日本人 是美国人 美国人甚至到日本 还闹一个笑话 他们美国人吃牛排 就在当地买牛 就把这个牛 就牵到船上去 因为那时候没有冷冻技术 就买活牛上船 需要的时候再杀 保鲜 听说日本人 就说开玩笑 这个美国人真厉害 他们在船上面还耕田 看得出来 美国人很勤奋 在船上都要耕田 买活牛上船 这个笑话 表示日本那时候真的很封闭 这个很难跟外界沟通 但第一次四艘铁壳船来 这个日本没有回应 那个幕府 他们没有打开开门的概念 那美国隔年也不客气 再来九艘 又来到了这个 而且这1954年的2月13号 美国又来了九艘船 逼了日本开港口 好不好 日本最后开了 哭哭啼啼的开了 对于日本的政治 也起到一个巨大的改变 美国跟日本开始通商 这是美国 你如果去追溯历史 看美国的所谓赤殖民地的经济主义 这是一个开端 那当然这个之后 美国就在跟日本做生意 接着我们就跳快点 二战后 对不对 就跳过来到二战后 二战后的美国 就在看世界的局势 对不对 他是战胜国 欧洲也胜利了 亚洲也胜利了 胜利归胜利 打仗归打仗 最后要搞活经济 对不对 搞活经济 你才有实力 没有经济 哪来的实力 所以在那时候 美国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在亚洲发展经济 实际上最重要是 不能让苏联插手亚洲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不只是地缘政治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利益的问题 就是我必须把我的 赤殖民地看好 对不对 这个亚洲是我拼了命 打太平洋战争拿下来的 我怎么可能让他 大家各自各自还原回去 我美国回去 我美国不行 这个绝对不符合我美国的利益 对不对 好那怎么办 我要把我的这个当中 要寻找第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 那时候日本就是最理想的 因为日本在战争的期间 它的工业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 虽然被美国炸得乱七八糟 但美国人心知肚明 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 大概最能发展的是日本 应该可以最快 朝鲜韩国不行 过去也没什么工业 中国还在打内战 短时间也不会安静 也没弄您 这以后再说 东南亚 那更不用说都不行了 看一看 台湾台湾那时候也不行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还在打国共战争 到49年 45到49还在打 所以那时候就开张日本 那当然麦克阿瑟那时候不是说 美国驻日本最高司令 所有的他比天皇还大 天皇去见他 对不对 他还随便穿一个军变服 出来跟天皇照相 天皇穿了大礼服 他故意叫摄影师早就准备好 知道天皇要来 天皇来了 他还过一会儿他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 他叫天皇说 来来过来照个相 天皇穿了大礼服 戴着礼帽 站他旁边还没他肩膀高 他随便就等于穿了一个军变服 就照了一张相 你想想看那种尊卑之间 天皇的地位就瞬间下降 那当然来讲 美国为什么要在那里 最重要就是要帮助扶植 日本的工业站起来 但是要扶植他 他军国主义改天又做大怎么办 修改和平宪法 就让日本没有武力乖乖听话 除了日本之外 下一步美国是如何的发展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 三三敬畏点评 我们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三三敬畏点评 我是David 郑敬畏 今天跟各位来谈的是 美国的2022年的亚洲经济战略 拜登现在心情是非常的愉悦 你看白宫多漂亮 这样准备过圣诞 过新年 但是话虽然这样说 时间是这样走 但是美国的2022经济战的格局 已经定了 对不对 我们前面一开始讲的是 印太经济框架 这个东西 慢慢各位就会听到 将来会越来越多 尤其在2022年 现在最重要的看到的是 实际上我们今天节目是做一个回溯 追根究底 到底美国这个印太经济战略框架 美国经济战略框架 印太经济战略框架 好像这样 反正重点就是一个新的版本 新的多边主义什么什么 一个贸易协定 好 那当然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实际上在亚洲 他不愿放弃 因为亚洲有大量的劳动力 对不对 你广义的来看 亚洲人口多少 对不对 亚洲的原物料有多少 亚洲的消费力有多少 符不符合 那个所谓殖民第三要件 打到了嘛 对不对 不达标不会要的了 不达标不会要了 那最重要的这个地方 很重要 所以日本在二战后成为美国扶植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他扶植他实际上要他做什么 做制造业 做美国的亚洲工厂 美国人像老板 他也能到亚洲来开工厂 他的工厂第一个开在日本 对不对 日本因为有那个底子嘛 所以发展很快 接着到50年打朝鲜战争 日本当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国就大力扶持 日本的产业刷就上来了 对不对 那不断的 因为打这个朝鲜战争 那个是要源源不绝的后勤 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是最佳的 源源不绝 往战场送 因为你视频打仗要吃饭 弹药武器 各种东西从日本不断的做 往那边送 好 朝鲜战争打完了 对不对 日本的经济就起来了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日本在电器 想当年那种80年代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在国内一讲电器 都讲日本的电视机 日本的冰箱 日本的什么 日本的什么 对不对 你不会想到菲律宾的 菲律宾的什么这些 你不会去想 你想到都日本的 好 那为什么 因为后面有美国在推 美国实际上要让日本做的东西 美国能受益 他不是让日本人发 美国要用日本人这些东西 所以当年 其实说穿了 日本在早年发展 他工业的时候 他是仿冒一组 如果你要讲那个山寨 第一代山寨王 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山寨很厉害 早年听说日本人到美国去山寨的时候 带着尺 那时候没有什么照相机 什么高科技 搭带尺 就量 量算时间 把那个一比一的东西全部抄回去 那日本也在做 所以日本后来有汽车 有武器制造这些重工业 他也不错 什么造船业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美国第一个扶植日本 日本起来了 那大量的日本制造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满足美国消费者 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 美国制造的东西也能够卖到日本去 对不对 那就是符合那个所谓次殖民地的概念了 那当然日本唯一就是没有原物料 其他至少那两个条件符合 好 那日本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发现这个不够用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他突然看到亚洲四小龙 对不对 韩国台湾还有什么 日本什么 还有一个新加坡 亚洲四小龙 就开始这个发展亚洲四小龙 那这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劳力秘籍 看到了 当年在台湾高雄有那个加工出口区 这个画面似曾相似吧 就跟那个80年代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工厂 场景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当年在高雄加工出口区 几乎这些厂商都是美商 都是美国的公司到这边来设厂 对不对 带着技术 你这边有劳力秘籍产业 跟当时台湾政府谈 你要给我免税 我再加工出口区 对不对 我原料进来 你工人进来 做完这些东西都是外销的 不到台湾的市面上 所以你不能扣我税 我制造就业机会 当然他那时候拳头那么大 谁敢说不 对不对 好 接着台湾就开始进入一个劳力秘籍产业 所以台湾当年你看在60年代 做的东西就像我们讲小五金 什么圣诞灯 什么玩具 成衣 运动鞋 什么 全部那时候台湾做的都是这些东西 大概从60年代就一直做 什么后来还有电子产品 很多晶体半导体 很多女工日以继业在那边做 山班岛都是这种情况 走了大概又20年过 快到80年代的时候 到了大概70年代的时候 随着这个成本会上升 工资上升 还有这个劳动 工人觉得被压榨了 工人开始有那种运动 争取权益 什么这些问题在慢慢浮现的时候 然后这边像台湾 什么韩国这些地方 已经被榨的都差不多了 甚至你看韩国当年还有口号 这个大家这个加班大家点 这个努力加班 就是爱国的表现 就实际上这个后面还有美国那种 守在那个地方 好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美国实际上它的经济 那时候还是面临许多问题 在全世界 因为在1962年 古巴飞弹危机之后 苏联发现了 美国这个大盘旗 中间的规划 所以这个苏联在1962年之后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跟这个美国开始对上了非洲中东一个个地方来 美国就发现了这个越来越不对劲 所以在那时候站在战略跟经济的考量 坦白讲你一个钟真的是弯着腰 陪着笑脸 脸皮厚厚的蹭蹭蹭蹭到中国来了 你想想看在50年代在朝鲜打得昏天黑地 对不对 后来越战 虽然中国没参加 但也感觉到这个中间中国的影响力 到1972年能够陪着笑脸这样 哈腰这样什么到中国来干嘛 就是看上中国密集的劳动力 巨大的市场 充沛的原料 这三个要件 这第一部分 第二战略上拉中抗输 他不这样打 美国没戏了 所以那时候你想想看 当然看起来 哇这个中美建交一面非常好 接着没多久 对不对 经济改革开放就出来了 经济改革开放出来之后 这个整个市场就开始改变 大量的订单 就开始 美国当时给台湾的订单 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压价 原来比如说做一支笔 我给你一毛钱 我现在只给你八分 你怎么办 我逐年减的 我的厂商买你的这个是逐年减 你货不能降 那怎么办 他其实就是逼了所有的这些 不管韩国的 台湾的 日本的这些厂商 怎么办 进中国 用劳力密集这一块 弥补我成本上被剥掉的部分 大量的台商 韩商 日商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在80年代蜂涌而至 进入中国市场 为的是什么 因为订单被挤压 为了生活 大家你想想看 如果你只是做一个雨伞工厂的老板 对不对 报价逐年递减 你怎么活 怎么办 只能找那个人工更便宜的地方 哪里 中国 咔嚓进去了 大量的这些来到了中国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虽然带来财富 但不能否认 造成的整个对环境的污染 这个台湾就是一个例子 当年美国很多那种杜邦 什么化学在台湾 我亲眼看过 那个工厂被撤离之后 那个工厂的土往下挖 七米 还有那个毒 化学药品渗透下去 那当时那个乱来乱搞的 那污染环境旁边的那个村民 喝了那个地下水 头发都掉光 这些化学工厂赚得饱饱的走掉了 对不对 相信之下 中国也付出非常巨大的环境代价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中国完全跟过去的什么 什么台湾的韩国日本不一样 中国慢慢觉得说 我必须走自己的路 不然改天你又跑去东南亚 我们又被抛弃 对不对 那是不是我们又继续出走 跟着走 对不对 继续往那个劳动力密集走 那中国的产业不就完了吗 所以中国早在很多年前就看到这一点 就已经开始要开始改变了 所以现在最重要 美国要开始怎么样 重新画出一张新的蓝图 去将印度还有东南亚国家 取代中国劳力密集产业 印度符合三要件 对不对 所以新的经济框架就是要取代中国制造一个新的劳力密集的地方 东南亚跟印度 取代中国要提升它的产能 它不能永远是被动的 它要自己更加积极主动 不断的要有一些战略规划 但是也不能低估 美国的这一盘棋下得非常大 它是老经验 从我们讲的1853年玩到现在 怎么玩这个 人家玩得很顺手 对不对 然后这次铺垫完了 2022年 你注意看 这个印太经济战略框架就要开始玩了 越玩越大 Quart大概是基本 后面会拉大 但绝对没有中国 但相信中国要做好准备 即将来到的下一波 美国打出的经济大战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 也欢迎各位在YouTube上面朋友 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 我们明天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